二战期间,盟军向苏联提供了许多武器装备,二战结束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仙斯基曾表示,盟军援助的武器装备只占苏联生产总量的4%, 然而,俄罗斯媒体不久前披露,美英盟军援助苏联的武器装备,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战机,18303架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由于苏军防备不足,西部边境被突破,苏军大量武器装备被毁,据统计,开战头几天,苏联西部边境及其附近机场,几乎全部遭到猛烈空袭 1000多架战机受损,战机是快速作战的主要兵器,苏军航空兵在西部大量受损,直接影响同德军的对抗,不愿看到希特勒独把欧洲的美英因此决定加强对苏联的军事援助 由于英国仍在作战,实力雄厚的美国逐渐成为了援助苏联的主要国家 美国战机拆卸后,一般由航母或其他船只运往苏联 航线主要有三条,一条通往东北部,一条通往西北部,还有一条通往南部 其中,最艰难的航线,是从美国最靠近苏联的阿拉斯加出发,前往苏联东北沿海 在前往西伯利亚中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二战期间,这条线路总共运送了大约8000架战机 其中,大约5000架VP-39和P-63战斗机,2000多架VA-20攻击机和B-25轰炸机,710架VC-47运输机 美制战斗机的作战性能不亚于当时德军的战斗机 其中,P-39战斗机于1939年试飞,速度达625公里每小时 武器包括一门37毫米航炮和两挺12.7毫米机枪 A-20攻击机进行了装甲防护,可以投射近一吨炸弹 B-25轰炸机,可以携带2.3吨炸弹进行轰炸,配备了五挺机枪进行空战自卫 据俄罗斯空军著名的历史学家莱贝德夫少将说 二战期间,盟军总共向苏联援助了18303架各型作战飞机 约占苏联生产战机总数的20% 其中,苏联海军航空兵接收了2158架美英战机 而为了推动苏联航空兵的作战,美英总共还提供了150万吨高质量的汽油 比苏联生产的总数还多 苏联加速生产作战飞机后,用于制造机身的铝极为短缺,极大影响战机的生产 1941年8月,斯大林与美国罗斯普总统的特使霍普金斯会谈时就明确表示 如果援助我国所需数量的铝,那么,我们将能够再战四年,到1942年11月 由于纳粹的入侵,苏联失去了战前铝生产能力的60% 为此,美国向苏联提供了32万吨铝,超过了苏联整个战争期间生产的总数 坦克,1.3万多辆纳粹突袭苏联,使红军坦克遭受了惨重损失 据统计,在战争开始头几天里,红军就损失了数千辆坦克 坦克是地面作战的最重要兵器之一,直接关系到地面战的成败 为此,英美迅速展开了援助 其中,1941年8月,英国提供了MK2行囊中型坦克 9月,英国援助了MKII圣瓦轮停轻型坦克 行囊坦克配备有两台柴油发动机,每台为68千瓦 配备了极为先进的光学瞄准距 防护装甲后70到78毫米,可以使用40毫米火炮 进行攻击作战 圣瓦轮停坦克于1938年生产,配备了40毫米火炮 防护装甲后达60毫米 此外,英国还向苏联提供了MK4丘吉尔坦克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开玩笑说,以我名字命名的坦克的缺点比我还多 到1941年底,苏联已经从英国和美国,获得了近1000辆坦克的援助 其中,英国为750辆,美国为180辆 当时,红军正进行艰难的地面战,因此,许多美英援助的坦克,参加了地面基战 包括极为惊险的莫斯科保卫战等 据统计,二战期间,苏联总共获得了美英1.3万多辆个型坦克 另外,苏联还使用美英等国提供的装甲钢,制造了许多坦克 二战结束后,红军高级将领朱可夫,曾对一位作家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钢,我们能够生产那么多坦克吗? 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国援助的装甲钢,占苏联生产总数的一半左右 因此,在二战战场上,苏联红军许多自己生产的坦克,有着美英援助的装甲钢 舰船,400多艘盟国对苏联海军战舰的援助,是在1941年底,美国正式参战后开始的 美英向苏联海军援助了200艘约雷艇,使苏联海军沿海防御作战能力得到了提高 其中,苏联北方舰队1941年只有两艘约雷艇 但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达47艘,这些鱼雷艇最大航速达41节,配备有两个鱼雷管和一门20毫米自动防空炮 美国还向苏联提供了60艘小型猎潜艇 然而,这些猎潜艇因为没有搜索系统,只能用于沿海巡逻 在扫雷方面,英国最先向苏联提供扫雷舰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海军许多战舰被德军水雷炸沉,损失很大 英国提供的那些扫雷舰很管用,可以使用音响和电磁系统扫雷 当时,音响和电磁系统十分先进,苏联海军还没有如此先进的探测系统 后来,美国提供了77艘很先进的AM扫雷舰和UMS扫雷艇 其中,AM型为914吨,速度大约14节 停体为钢结构,配备了音响探测系统 武器包括九门火炮、UMS为木制停体 但排水量只有350吨左右 战争后期,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接收了43艘美国的登陆舰 准备对日本本土进行登陆舰 当时,苏联海军还没有登陆舰 然而,二战期间,苏联海军先后进行了100多次登陆舰 美国元苏的登陆舰分两种,LCI和LCG 其中,LCI每艘可以运载212名士兵 LCG每艘可运载250名士兵 二战期间,蒙、军元苏最大战舰是美国的塔克马基护卫舰 苏联总共获得了28艘 该型舰排水量为2270吨 航速为19节 巡航距离达1.5万公里 武器包括三门76毫米舰炮 二门40毫米舰炮和九门20毫米火炮 为了对付纳粹潜艇 该型舰配备了声纳系统和深水炸弹 战争期间,美英海外苏联海军提供了1196部雷达和329部声纳 此外,盟国还向苏联提供了许多其他作战物资 包括42万多辆卡车和吉普车 8700多辆拖拉机 8218门防空炮 5800多门反坦克炮 4.7亿多发 煤子弹炮弹 32万多吨炸药 1981辆机车和35万多台机床等 4.7亿多吨炮